先請教剛宇軒 我們一路一起聽完這場辯論會 我也把今天 就是我們線上投票的問題問你啦 就是三位 你覺得誰的表現最好 那其實這三位副手呢 當然在今天來講 我想大家還是要開拓 就是中間選民這一塊 誰在今天表現 能夠搶到中間票 我剛剛那個民調我完全認同 就是說趙少康碾壓 這東西不用討論的啦 基本上 表現大很多層次嘛 但一個叫做口條 就是你表演的方式 一個就是實質上的內涵嘛 那我們可以聽到從 不管是能源議題到國防議題 到外交議題到兩岸議題 到內政議題 趙少康碾有沒有提出實質上的內容 有 那蕭美琴跟吳欣寧都被告 但為什麼我說我很認同剛才那 因為剛才那個是95%比3 比2 吳欣寧是3% 3% 我們學她講英文 她是3% 她3% 對她3%嘛 蕭美琴是2% 所以在我心中確實是這樣 吳欣寧至少勝過蕭美琴1.5倍左右 我反而覺得吳欣寧今天表現好 因為你講辯論你要講實質上的意涵嘛 吳欣寧確實她中文不好 對不對她口條不好 那常常這個問A打B但她有一點做對了 她講真話 她真性情啊 趙大康問蕭美琴最關鍵一個問題是什麼 大家最質疑她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到底在發生戰爭發生問題發生衝突 發生利害關係的時候 你會站在中華民國還是站在美國那邊 蕭美琴有沒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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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美琴沒回答 有啦她要講啦 她說我現在就認為我是台灣人了 台灣很好啊 為什麼要覺得台灣不好 台灣人台灣人OK 你要講這個當然沒問題 但大家問題是你國族認同嘛 你的國家認同是什麼啊 你今天你國家認同不會是台灣嘛 那問題可大了 那真的就是讀上加讀 你跟蕭美琴的事情都大條了 對不對 你當年的國家認同是什麼嘛 結果他竟然瞎扯一件事情 他說是因為當年中華民國政府執政 國民黨政府執政過於威權 所以很多人不願意聲稱自己是中華民國 這是胡扯嘛 你今天對於一個政權有問題 你認為說這個執政過於威權 這是當年的歷史背景跟脈絡 但是這件事情完全沒有辦法把說 哦那我把中華民國跟國民黨連結在一起 然後畫上等號 這個才是你賴心的講會帶來災難 所以你的意思說 因為中華民國他的比較有個理文本喔 要仔細聽蕭美琴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意思說他是外來政權嘛 他的意思說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嘛 所以我不認同嘛 我不接受中華民國嘛 因為中華民國是國民黨掌控了嘛 他只差沒把本省外省這個省級情節再挑起來而已嘛 所以他玩的是很危險的流系欸 很危險的路線欸 而且這個東西的回答是在2024年 各位今年過了新年喔 新年快樂 2024年的時候蕭美琴竟然還在講這種話欸 說我當初是因為這樣的歷史背景跟脈絡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中華民國 那你這樣問題大條啦 那吳欣寅回來都比你好啊 吳欣寅甚至還剛放棄 他放棄美國籍也不久欸 吳欣寅直接講一個重要的概念嘛 他說對因為我是這個 我們都是中華文化的人 各位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他這個概念是對的啊 他說我們是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嘛 所以一脈相承他就文化論文化 認知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嘛 吳欣也曾經講過這句話啊 沒毛病啊 你現在時間回推30年 大家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啊 中華民國人 那是到後來台灣的 在蔡政府執政下去中華之後 才莫名其妙要變成台灣人 所以你們光從這一點 蕭美琴連自己根本性的問題 這個叫做必打的ABC都討論不好 再來講到能源上的問題 吳欣寅講很具體欸 他很具體 對很細節 吳欣寅說你製造業你要不要仰賴核電 你不能跟所有國家類比 我知道各位他的話你聽不懂 我幫他講白話 他的意思是說 你像歐洲有些國家 他說要廢棄核電 但是他因為他製造業只有6% 盧森寶嘛是不是 對啊盧森寶 他說他沒有用電需求啊 但台灣有用電需求啊 台灣製造業才是大宗啊 雖然說他一直平均半導體產業 我是還搞不太懂 半導體產業佔比高 也不是什麼問題嗎 這台灣的好處嘛 但他一定是說台灣不太重視 半導體產業了啦 輕製造業啦 但我會說他還講到重點啊 台灣為什麼之所以電力跟能源政策 如此需要 甚至包括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要維持運轉到研議 是因為我們是一個製造業出口導向國家嘛 那請問蕭美琴回答了什麼 問你2025年飛河家園跳票 講不出來 說哇我們只是稍微很落後 說在野黨在抹黑綠能 我聽你在唱戲咧 侯友宜能源政策清清楚楚講得明白 綠能比重要拉高 還在那邊 我想蕭美琴今天在演什麼 假的事實查核中心 一直在說我要幫大家更正 喔這是吳欣穎 我要幫大家更正什麼 兩三個錯假訊息 我要幫大家更正錯誤訊息 他滿口都是錯誤訊息 你自己才是錯誤訊息的亂源啊 你的哪一面政策都搞不清楚 如今帶來質疑的是 你喊出來的口號 八年之後綠能依舊跳票 你喊出來的口號 跳票就算了 執行率不到一半 現在綠能可能8% 9% 結果裡面貓膩問題一大堆 黑金閉案頻傳 開八十八槍 亂七八號事情一大堆 全部都跟綠能光電結構 全部糾纏在一起 人家質疑的是這個嘛 質疑的是你做不好嘛 這個東西就跟什麼 跟前瞻一樣啊 今天前瞻八千八百億 大家質疑是什麼程序問題 為什麼幾張A4紙 為什麼張景森一個人 一個地下行政院長 莫名其妙在沒有任何計畫之前 就把這個案子給推過 那蕭北京完全講不出來啊 那其實只有一個理由啊 因為他林立委都選不上 然後就跑去美國 他內政不熟人嘛 蕭北京根本不懂內政嘛 就連他應該發揮最上場的國際外交關係 他都講不清楚 他開始在講說什麼 啊那個我們要務實參加 各位 你知道國民黨講我們要務實參加會變什麼嗎 自我矮化 矮化國格 過去欸千蕭姐 中華台北會出事情欸 之前我們用中華台北參與的時候 各位回推20年 民進黨怎麼羞辱國民黨的 怎麼羞辱中華民國的 說怎麼自我矮化 結果現在沒辦法 換到他們全部都務實參與 Cup28偷偷摸摸參加 人就偷偷摸摸進去 都沒關係 這民進黨大問題嘛 邦交國瞪掉他也沒法講嘛 蕭美琴號稱 董國際外交會更勝 錯了他只是很會捧美國 為什麼很會捧美國 講白了 你要我吃白豬我都給你 各位交朋友就是這樣子啊 我今天當凱子 我到處撒錢會不會很多朋友來 會不會來吃飯 我今天請客 我今天請這種龍蝦牛排 說來來來你來就是我好朋友 會不會來 這就蕭美琴跟美國交往知道啊 當然做得好啊 美國當然喜歡他啊 要五毛給一塊啊 什麼都給啊 萊豬何時 那蜜劍都解了嘛 當初為了要簽什麼 IPF嘛 印太機器架構嘛 就現在有嗎 蜜劍證明說你完全跳票嘛 更不要講什麼雙邊貿易協定 21唱益那個只是一個架構而已 虛到不行的架構 而且到時候又是如同蕭美琴過去的做法 當孩子 浪力 又是浪力 對不對 那請問台灣到底 時至今日 你有辦法做出什麼樣的突破跟掌握 蜜美琴完全講不出來 無信你都講得比你好 對不對 你應該去找無信你當老師了 那至少英文講得比你好聽 因為蕭美琴講一段講GDP 然後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刻意要念G 因為G是台灣英文嘛 你老外不太會念GDP 就很奇怪 那我就不懂啊 那你今天蕭美琴今天 號稱說是資美派 號稱說是要來穩定 結果你的一切做法 反而是全部往賴清德靠攏 甚至你的闡述跟你的言論 到所謂的這個國家對中華民國的過敏 感覺都只是越來越像賴清德啊 而你也沒有替賴清德示意啊 就在今天早上 蔡英文總統才打臉賴清德 賴清德說中華民國是神話 中華民國憲法是神話 隨便會帶來災難 隨便兩個都一樣 蔡英文總統你們最敬愛的 最喜歡講的蔡英文路線 他在今天早上新年會告的時候 跟他講得很清楚 總統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 以及其他法律 來處理兩岸事務 這叫做本於職權 結果你賴清德跟我講說 這個東西叫神話 跟我講這個東西叫災難 那你當這邊跟蔡英文總統講啊 所以你八年執政兩岸關係是災難 對啦 確實是災難啊 他是在講蔡英文是災難 對啦 確實是災難啊 那講白了 那你這個叫什麼蔡英文路線 你不是說你一切遵隨巧英 你最懂小英 最懂小英的經驗嗎 小英在2016年5月20號總統府還有新聞稿啦 說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處理兩岸事務 我尊重來自92年 來自1992年那時候 雙方兩會談判 所創造出來的歷史事實 蔡英文當年講的 他後來沒有做到 沒做到啊 這才叫真正的蔡英文路線啊 所以賴清德在扯什麼 說我口誤 對啊 你說你口誤 把中華民國變成中華民國憲法 你沒有說你口誤說 對於中華民國憲法這件事情 這個災難是口誤耶 你後來給你機會了耶 你自己再三澄清耶 就今天蔡英文當面襲連你耶 就連媒體問蔡英文說 到底誰最能遵循蔡英文路線 他都不肯講你耶 蔡英文不肯講你耶 這種人喔 我跟你講 不是蔡英文擔憂他而已 不是蔡英文對他搖頭而已 如今就算加上蕭美琴這個保命符 你仔細看 賴清德以及賴蕭配這個組合 他們已經在這一次的辯論會 不管證獲不管付證明一件事情 他們絕對走的不是蔡英文路線 這個叫做會把台灣帶向毀滅的台獨路線 就這樣而已啊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更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等下 突然 可以 請 elijk 崩尖 感谢观看